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 如果我们的需求是要把某个范围 所以你就有点像填空题吧 你就是用for each 然后把这个范围填到in的后面 range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每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 它有点像一个一个的把这个逐一逐一的抓过来 然后放哪里?放这里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抓到的资料的这个变数 放到后面,然后放到这边这个储存这个范围 OKOK,我刚刚忘了切了 OK好,把它切过来 所以刚刚提到的那个 逐一逐一的这个部分的写法 其实是for each 所以顺便再跟各位补充一下 如果以后你遇到那个大范围资料 想要一个一个 而且是按照顺序的 这个前提是按照顺序的 第二到g9 它抓的话呢 一定会是从第二开始抓 然后横向抓 所以就是 它假设你将来的这个顺序 不是按照这样子的方向 而是纵向的话 那就没办法 它不是for each的 OK,你就可能要 for i for j的方式来抓 应该是for j for i 颠倒过来 不然的话呢 它没有办法 针对不同方向的资料去抓去 另外的话又多个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k我还蛮喜欢用 因为k的话它的方式是还蛮单纯 蛮简单 就是以后如果你将来会 某一个资料 会向下一列就加1的话 那其实写法就这样子 ok,k 初始值在这里 k放这里 每次加1 ok 另外因为这边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它里面的资料 假如说是日期 放过来它会变成原始状态 就有点像是这个这样子 通用格式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这样子的话 你点自定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 yyyy斜线m斜线d 这个你可以把它复制 放到哪里呢 那这个顺便讲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将来 如果你要把某个儲存格 做格式化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叫 某个儲存格 但这个也是用在哪里 用range range也是一样可以 后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Lumber Format Local 那等于后面这一串 ok,有点像是按右键 除了格式 至于你想说 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属性 其实很简单嘛 你用录制聚集 也可以 如果把刚刚的动作录制聚集 它也会得到 这一行程式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忘记怎么写 没关系 也可以用录制聚集 当然 这个还蛮常用的 我建议各位可以把它稍微记一下 ok 那这个东西的话 云端白板上面也都有 所以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把这个当成是 类似一个范本 以后 尽量就工作上用到 那你就把它 就是遇到类似的状况 尽量哦 多花时间去变化 因为其实 程式要能够专精 第一个当然要熟练 也不断用 第二个的话就是要不断找问题 然后去解决问题 因为 藉由解决问题哦 你会发现 你会越来越纯 越来越 越来越上手 因为只要你经过的是思考 你慢慢就会发现 其实 哦 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并不是 像原来你想的这么复杂 ok 那当然也不用死背了 所以 我建议各位 有些资料 恐怕还是要留下来 哦 然后以前的经验是 大部分同学都是哦 可以刚开始不太说没关系 你可以先拿范本来稍微参考一下 以解 先解决问题优先 然后慢慢再去思考 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呢 再来就是效率一定要提高 我觉得 而且尽量不管怎么样 一定不要走回头路 不要想哦 我只是暂时解决 得过且过 最后你根本 没有机会去使用VBA 那当然是蛮可惜的 因为 毕竟我们 八次上课一转眼的时间也就很快的 今天是最后一周啦 那当然 我是尽量 想一些方法 因为八周时间毕竟是很短的 那所以我就 把一些我觉得工作上用到的最重要的一些相关技巧 把它融入到一些范例里面 OK 然后给各位参考 那当然有些如果没讲到的话 你也可以再提出来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326这一题 这一题逻辑很简单 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需求是希望怎么样 当上面这边的清单 如果变动是哪一班的话 那就把什么呢 把它的这个哪一班的资料 call到这边来 OK 有点像是 其实你也可以 思考 其实 方法很多 但最笨的方法是土法炼钢 OK 那 甚至有一个方法 就是前面有讲过有一个叫筛选 筛选里面这边也有一班二班三班 当我一班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一班的资料 直接call过来 到你指定的范围 所以其实哦 这个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结合什么 这个Autofilter 再加上什么 点Copy 到指定的范围 其实哦 两行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哦 如果你今天 我把这个筛选 恢复一下 那如果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题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这一题 你假如说是用Excel里面提供的那个 函数来做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 为什么 因为其实基本上 你会用到哪些函数 第一个 if函数 small函数 index ifl OK 那不是这样就算了哦 里面还要加一个raw 然后呢 在这个比对之后 因为我们要比对 到底跟这一步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呢 就留下来 可是 他有些资料 如果比对错误 他会有错误讯息 所以需要再排序 那因为是一个范围 所以外面一定要再加一个大瓜糊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个大瓜糊开头 大瓜糊结尾 那这个结尾我好像漏掉了 大瓜糊的结尾 那这个结尾的部分 特别注意哦 这个大瓜糊并不是说自己打上去的哦 而是你必须执行Ctrl Gip加Enter 然后这样还没有结束哦 底下最后得到的最正确的版本 还要再加Index 还要再加上IfL 所以哦 我这个地方之前有从头讲到尾 不过我后来发现第一个 太浪费时间了 第二个很多同学都投降了 因为听不懂 OK 那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假设我今天用Excel里面的方法完成的话 第一个请你把大瓜糊里面的公式Ctrl C 记得不包含外面的大瓜糊 因为大瓜糊一定要用Ctrl Shift加Enter 产生这个叫阵列 二的话呢 请你在这个范围我先把它删掉 把它先贴到哪一个呢 贴到姓名下面等于是G5这个储存格 Ctrl V 这个就是最后啦 他这个意思说帮我比对这个 如果match的话 就帮我把资料搬过来 那因为有范围 所以必须执行正列 那怎么执行 Ctrl Shift加Enter 你会发现他比对到第一个就留年好 然后你可以向右 向下 他就把一般的全部都搬过来 那如果二搬的话呢 他就会把二搬留下来 三搬呢 就把三搬留下来 OK 不过特别注意 一定要记得外面这个大瓜糊 不是自己打 不是说你自己打个大瓜糊 假设你这边自己打个大瓜糊 这边再打个后大瓜糊 按Enter 他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因为他完全看不懂 所以那个大瓜糊怎么产生的呢 记得哦 一定是Ctrl Shift加Enter 这样执行正列 那什么叫正列 其实在Essale里面执行正列 有点像是VBA里面的Fall回圈 可是问题来了 一个Fall回圈 你把它写在这里 说真的啦 非常容易出现错误 而且错的话 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所以哦 虽然Essale里面有那个正列功能 但是我非常不推荐使用正列功能 为什么 我反而比较建议你干脆写VBA算了 怎么说呢 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我假如说 我不用那个刚刚讲的这些 这些方法完成 因为说真的 我之前教过的经验 很多同学都阵亡了 然后后来我跟他讲说 那不然我们用VBA来写 后来同学说老师干脆写VBA算了 为什么 因为VBA简单太多了 怎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如果用VBA来写的话 只需要一个Fall回圈 再加上逻辑判断 再加上资料复制 就完成了 那写的方法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首先第一个 其实也不难 前面大概都写过类似的 第一个的话呢 我先把刚刚这个325先关掉了 把它储存一下 存成那个启用聚集活跃部 OK 那写的方法的话 不外乎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呢 第一个 同样我们就是先开启VBA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打一个sub sub的名称叫班级 enter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写一个回圈 那回圈范围就是 从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帮我比对一下 所以我们就for 范围跟他讲一下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二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那做什么呢 如果 所以如果 ok if 什么呢 如果这个 这个储存格 跟我现在下拉清单里面的这个储存格 如果相等的话 那怎么叙述啊 当然我可以 如果 sales i列的 a欄里面的那个储存格资料 等于什么呢 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当然你可以用sales 或用range都可以啦 不过习惯哦 固定的位置不变的话 那用range会比较简单 range h多少 h2 如果两个 一样的话 那就 帮我 then enter两下打一个endf 如果一样的话呢 那就帮我把资料call过来 call过来的话呢就是 找是找a欄 call是callbcd 所以来源写在后面 然后呢 要复制的写在前面 所以这个三个 这三个是 什么呢 sales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把sales 我们先直接打第五列的g欄里面的资料哦 帮我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同一列的b欄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拿这个来call 同一列的b欄 那就是salesi列的a欄 改成b就可以了 好 那他就会帮我把同一列的b欄资料 call到这个地方来 第五列的g欄 然后意思类推 因为我们有四个储存格 所以就直接把这个call 好 copy 然后分别改 其实就四个储存格 你又call四个 然后这边改成g h i j 然后这边改成b c d e 也就是四个call到这里来 好 那当然你现在执行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他只会call 比如说现在三班 三班他最后一个 他不会往下 那如果让他往下的话 这个时候呢 又可以想到一个什么 k k等于什么呢 哪一列 从第五列开始 所以输入5 然后呢 在这个的最下面 请你加上k等于k加1 并且把原来的5改成k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他已经call了一个资料过来之后 再把它往下放 他就会一直往下 我们试一下 執行 这个三班就ok了 那如果要把一班的call过来的话 就是再把它执行过 一班的就过来了 那如果要把二班的call过来的话 那再执行一遍 不过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会有一个程式 算是还没写完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 资料量比较大的 一班比较大 那他会盖掉 可是如果二班 其实只有一个 两个 所以如果只有两个的话 应该这个地方 那下面是多的 所以其实应该 可以先 在开头的地方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旧资料删掉 那旧资料就这个范围 假设我要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先清空的话 那我可以先用range range哪个范围呢 这个G5到哪一个 J的12好了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呢 把它清空 清空我刚刚讲过了 点clearcontent 或者等于空的都可以 这样就清空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再试一下 执行 就是 那个二班 然后一班 最后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 多加一个按钮 当他执行过之后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按钮按一下 那他就会把你需要的资料 给跳出来了 OK 一班 然后比如说 我要选三班的资料 三班资料扣过来 其实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基本上就是 一个回圈加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的资料 跟这个储存格有match的话 那就把match范围的同一列的 bcd1栏的资料 call到ghij 一直往下放往下放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OK 那请各位 试试看 另外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除了这个写法之外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写法 就是刚刚提到的 筛选 筛选如果是一般的话 那就把资料call过来 OK 那这个要怎么写 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吧 另外的话 也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 我把刚刚写的程式 放一份在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326里面的第三页